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他把一个被几十年来的宫廷争斗 搞得人心惶惶、苦难重重的朝廷 重新引向稳定的政治轨道 这个时候,唐朝的人口达到了七千万人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就在唐玄宗将大唐推进到开元盛世的时候 三个不同凡响的印度高僧 将继来到中国 他们是善无畏、金刚志和布空 史称开元三大士 唐玄宗是一个非常崇信道教的皇帝 他对道教特别的崇信 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开元三大士 也就是密教的三个著名的祖师来到了中国 那么创立了中国的佛教宗派叫密宗 善无畏是应中国唐朝皇帝之要 通过陆路前来中国 一路上历经艰辛 与开元四年及公元七百一十六年到达首都长安 十年已经八十岁 唐玄宗对善无畏十分礼遇 奉为国师作为内道场教主 金刚志大约在公元七百一十七年前后 从印度摩赖耶国出发 经海陆前往中国 历时三年艰辛跋涉 于开元八年及公元七百二十年 到达洛阳后又去长安 唐玄宗亲自在慈安寺迎接金刚志 此后隋家不断往返于长安洛阳两经之间 四年后 金刚志和善无畏二人在大唐国都相见 真所谓志统道和殊土同归 二人所学虽都是天主密教 但各有特色 来到长安后 二人都受到皇帝的推崇 僧俗的敬仰 在宏教过程中 二人又是珠联碧和交相会议 成为中国密教的川普史人 台元三大士的最后一位是悟空 悟空是十三岁时遇到金刚志 十五岁出家 跟从金刚志学习随事左右 悟空后来成为玄宗素宗 代宗三代的国师 三十多年来受到朝廷百官的爱戴 他成绩了金刚志和善无畏 两位大师的密教理论 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佛教史上 可以说没有任何僧人 可与伦比 所谓冠绝千古 守处僧伦 开元三大士里边 最后这位悟空的成就最大 他对这个中国的国心非常了解 善无畏和金刚志地位虽高 图众虽多 但仅限于东西二经 而悟空在继续弘扬密宗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 无论是长安洛阳 还是河西岭南 朝野上下 君臣僧俗 足迹所致 到处弘法 悟空高尚的道德修养 精湛的语言天才 造就了他弘扬密教优越的自然条件 悟空的易经在质量上 与前人比都有所突破 并成为后人易经的楷模 悟空呢 他经历了这个中国圣唐时候社会转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安室自乱的时候 中国这个佛教 中国这个社会由甚转衰 社会就是也经历了重大的这个战争啊危机 这时候呢 悟空能够运用他的这个佛教方面 佛学方面的修养 他可以利用这个密宗方面 有一些这种欺负法会 护国等等 来做很多事业 来参与这个政治 参与这个国家的事务 所以这个悟空呢 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悟空晚年在吴台山让弟子建造五处寺院 又在太原设置文书院 这些寺院成为密教圣传之地 悟空也不断地伸入社会基层 现身说法 经悟空的弘扬 密教成为唐代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开创了唐密的鼎盛时代 善伍卫金刚志和悟空三位大师 不仅把后勤密宗的根本经典 大日经 金刚鼎经和苏西地经等译出 同时又在长安等地建立了一些规模宏大的灌顶道场 以开展传法灌顶活动 将唐代佛教八大宗之一的密宗 在中国的影响挥向了高潮 唐代佛的密宗城以后 不仅他自己足振了深入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大唐文化走向鼎盛的时候 东林的日本也由飞鸟时代经过大化革新 进入了奈良时代 开始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为促进社会的更快发展 日本迫切需要从中国汲取先进的政治制度 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 日本天皇于是派遣大批使节留学生 学问僧进入唐朝 自书明天皇二年 即公元630年 首次遣唐时以来 二百余年间 共派遣使团达19次之多 实际上到达中国的有15次 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二百名至五百名不等 遣唐使船总共派出48艘 其中沉没的有12艘以上 仅有一次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 日本留学生和留学生归国时 携带的中国书籍多达一万六千卷 大约占唐朝官方藏书总数的四分之一 当初无论从中国 从唐朝到日本也好 还是从日本到入唐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充满了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西区取经和东渡传法 是唐代佛教最为卓越的大事件 而最为后人熟知的人物 则是唐代的建真大和善 公元743年 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建真东渡弘法 荣睿普照是公元733年 由日本派遣来中国 邀高僧去日本传法受戒的 他们经过十年的访查才找到了建真 建真当时已55岁 为了弘扬佛法传播唐代文化 欣然接受了荣睿普照的邀请 决定东渡日本 以建真大师为代表的东渡传法 就意味着呢 中国国教自身达到完善和成熟 已经具备了向外传输的这个资格和能力 建真先后五次东渡日本都归于失败 还为此保持了双目失明 公元754年 这位66岁高龄的中国和尚 坚韧不拔历尽艰辛 第六次东渡 终于到达日本的奈良 受到天皇为首的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 轰动了日本全国 日本天皇和皇后 以及王公大臣四百多人 同时拜建真为师 此后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年 是日本的佛教走上了正规 建真也被日本尊为大和尚 公元763年 建真在日本去世 终年76岁 他的弟子